刀狼自被迫隐退之后便很少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前不久,刀狼带着新专辑《山歌妙栽》强势回归 其中《罗刹海事》这首歌疑似回应 当初被迫隐退的原因 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但热度消退后,路南科又一次火了 刀狼路南科四分钟点赞破55万 刀狼这位音乐天才再一次用他的音乐力量震撼了整个音乐界 他的新歌《路南科》在9月19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仅仅用了短短的4分41秒 却点燃了55万人的点赞之火 这首歌曲的黑白视频以及其中包含的深刻主题 让人们陷入了无尽的震撼和感慨 视频中,刀狼展示了他独特的音乐创作和表现才华 他运用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法 仿佛把观众带入了一个黑白电影的画面 音乐们的形象在镜头下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的坚韧精神和无私奉献令人肃然起敬 歌曲中的路南科象征着音乐们为国家 为人民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 这个象征性的表达方式深刻地传达了音乐们的伟大之情 黑白主调现英雄情怀 整个视频以黑白两色为主调 创造了一种悲壮肃穆的氛围 然而歌曲的激昂旋律和歌词 却让人心中充满了爱国情感 这种矛盾的表现手法 让歌曲更加深刻地表达了 勿忘国旨的主题 也利用黑白主调呈现了无数英雄 对国家付出的情怀 从评论区中 人们纷纷表达了他们对这首歌曲的感受和解读 有人认为这首歌曲唤醒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珍惜 迫使我们远离战争 同时也有人认为这首歌曲提醒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国旨的重要性 时刻铭记历史 勿忘国旨 还有网友表示 自己的爷爷便是量产石碑上的一名英雄 在他99岁那年历世 在世的时候从不看谍战片 老人一直说 大战时人就不是人了 这便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位老人的想法 也能感受到老人当年历经战争时的痛苦 略显沧桑 视频中的刀狼略显沧桑 感觉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将自己的情绪带入了进去 仔细观察能看到刀狼眼里的泪痕 而刀狼之所以选择在9月18日 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上传路南科这首歌 也揭示了他的爱国情怀 希望刻在量产石碑上的英雄 能寻到古宅民间的路南科 朝着朝阳畜生的方向 寻到回家的路 永不迷路 路南科的发布 再次彰显了刀狼的音乐才华和表现力 这首歌曲以缅环英烈为主题 深刻地表达了勿忘国耻的道理 刀狼通过黑白视频的独特演绎和激昂的旋律 唤起了人们对英雷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带给人们欢乐 更在情感上触动了每一个人 他传递了团结和爱国的信息 刀狼再次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音乐家 还是一位用音乐温暖人心 唤起爱国情感的艺术家 这首歌曲引发了众多观众的解读与讨论 有人认为路南科蕴含着家国情仇的情感 也有人将其解读为对现实某种现象的讽刺 因而更多的人将这首歌视作为一首安魂曲 一个让为国均取的抗力英雄们得以安息的曲调 深刻地表达了对音乐们的哀悼之情 这一首音乐视频采用了黑白两种色调 为观众呈现了一种悲壮肃母的氛围 这是一次对先烈的缅怀 也是对国情的警醒 这也正是路南科所要传达的主题 歌曲引发了观众的深刻思考 许多人试图解读他所蕴含的情感 有人认为其中包含着对家国情仇的悔顾 有人则认为他是对某种现实现象的讽刺 但更多的人认为 这首路南科是一首安魂曲 是为了那些为国家献身的抗战英雄们而作 歌词中的一句可怜你的名字 签在量产的石碑上 深刻表达了对英雄们的音道之情 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刺痛了人们的内心 整支视频以黑白两种色调为主 创造出一种悲壮肃穷的氛围 令人不禁怀念那段历史 铭挤先烈 勿望国斥 这似乎就是路南科想要传达的主题 有网友透露 原计划在9月18日发布的这首歌 因为这一天的特殊性而推迟了一天 这首歌的发布旨在向那些英勇献身的先例们 质以崇高的景意 这一切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刀狼是一位极具情感和义气的音乐人 每一首歌 他的歌曲都承载着深刻的内涵 可见他的诚意和用心之处 他的音乐作品从来都不仅仅是旋律与歌词的简单组合 刀狼用音乐表达着更多 是对历史的追忆 对社会的思考 也是对人性的剖析 路南科的发布如同一场音乐之旅 带领我们穿越时光 回溯历史 深刻反思着那个英勇拼搏的时代 黑白的画面仿佛勾勒出那段历史的光影 我们沐浴在这样一首歌曲中 仿佛置身于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这首歌词渐渐而富有深意 每一个词汇都被精心挑选 带有着无法言喻的情感 刀狼以他独特的嗓音 唱出了一代人的坚韧和付出 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是心灵的共鸣 无论是埃娃的旋律还是深刻的歌词 都能触动人心 唤起对生活 对人性 对国家的思考 这不仅是音乐 更是一份情感的交流 刀狼的用心之处不仅体现在音乐本身 还融入到了每一个细节 他的庄重与坚韧仿仿佛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不仅反观自己 思考着我们所珍视的 所捍卫的 所现身的 刀狼选择在这一天向仙怜们致敬 这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的选择 更是一种对历史和传统的尊重 这个细节凸显了刀狼对情感和义务的重视 以及他对音乐的深刻寓意 在这个音乐作品的背后 是一位艺术家的将心赌运 更是一个爱国之人的真情流露 通过音乐 他传达出了对音乐的敬意 对历史的铭记 对国家的热爱 陆南科的发布不仅是一首歌曲的呈现 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刀狼以他的音乐让我们回望历史 思考未来 感悟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场音乐之旅 也是一段心灵之旅 刀狼的陆南科与深情的旋律 黑白画面的独特表现 和对音乐的深切怀念 再次触动人心 这首歌将永远铭记了一些 无私奉险的英雄 留下深刻的音乐印记 快来感受这份真实的敬意吧 在这个充满音乐和情感的世界里 刀狼的陆南科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黑白的色调 多重解读 深情的歌词 特殊的发布日 这一切都构成了这首歌曲的独特美丽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 是文化的传承 是历史的见证 刀狼用自己的音乐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感性的盛宴 也勾勒出了音乐 在我们生活中的深刻痕迹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 在我们生活中的音乐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